Hi guys, this is JR 最近美国期中选举 那台湾也在举办这个县市长九合一选举 那我相信大家每天在看新闻就是 嗨,嗨,嗨 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客观中立的新闻媒体报道 真的很困难 那就在前阵子我之前很欣赏的一部专栏影片 竟然获得了艾美奖哦 那让我很惊讶的是 这是跟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合作的影片 标题是 Blue States, You're the Problem 兰州,你才是问题 那兰州就是美国民主党执政的州 但是呢 纽约时报在政治光谱上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 这不是我在说,这是有调查数据的 纽约时报竟然去提民主党的不是 诶,这反了反了反了 但这就是journalism 实事求是反映现实 那这部得奖影片的制作人之一Johnny Harris 我非常喜欢他的影片 那我认真开始看他的影片是从这一部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开始的 那Johnny跟纽约时报合作的影片也有在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 共和党选举手段的主题等等 真的是一个很暗很暗很暗的角落 我认真觉得新闻媒体应该要这样子报道 要超越政党,超越意识形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好,那Johnny Harris跟纽约时报的Benjamin Applebaum 在这部Blue States You're The Problem 影片当中呢 从三个角度来检视民主党执政 住宅 所得税 和教育 民主党总是认为共和党的存在就是美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最大阻挠 那想必在一个没有共和党的势力 由民主党完全执政的地方 就一定可以如鱼得水 可以实现民主党的理念 那么摊开美国地图 就有18个州 无论是行政或立法权 都有民主党掌握 再翻开2020年民主党政纲 可以看到民主党讲求 人权、住宅、教育、种族正义、环保等议题 Johnny Harris和Benjamin Applebaum 就从这三个面向 住宅、所得税、教育 来检视这些所谓没有共和党势力存在的蓝州 首先是加州California 住宅是基本人权 民主党政纲名闻 美国住宅必须是稳定、可取得、安全、健康、能源节约 且最重要的负担得起的 加州的房价是远超乎一般人能负担的范围 而且还越来越贵 我们知道加州住宅很多都是独栋 也就是一个家庭移动 这种低密极度的建案 能够降低房价、提供负担的起的住宅 就需要建设一些高密极度的建案 像是公寓、国宅 2013年Palo Alto市议会决议要在市区内盖一栋 有60户的公寓住宅给老年人 但是当地居民要求必须诉诸公投 最终是以56%的票数否决了这个建案 Johnny Harris说发生在Palo Alto的事情 其实只是加州的冰山一角 现在这些充满了独栋建筑的社区 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才住得起 形成了一种排外效应 接着看到另一个蓝州 Washington 华盛顿 民主党正刚提到 我们的税制受到那些大企业 以及他们的游税团体操纵 还有那些共和党政治人物 他们给予自己的政治捐款大户税收减免 却让一般家庭陷入挣扎 Benny Allen & Applebaum却提出了惊人的数据 在华盛顿州中低收入户缴交的税收入占比 是远高于最有钱阶层的人 在索德税不平等排行榜上高居第一名 而且前十名就有三个是完全执政的蓝州 大企业和超级货币 必须开始赔助他们的资金 好的 那讲到教育之前 想给大家一点资安上的教育 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 这个是我已经用了两年的APP Surfshark VPN 它的原理非常的简单 保护你资安的方式 就是变更你的IP位置 原理就是 原本你上网的时候 你的个人装置直接连到网机网路 但现在变成 你的个人装置先连上Surfshark VPN 设置在全世界各地的数千个伺服器 然后再间接的连上网机网路 这么一来 网路上的这些企业网站也好 有心人士也好 就无法追溯回你的个人装置了 好的 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现在呢 用Surfshark登入韩国的伺服器 好 登入成功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来开一个无痕视窗 然后我们来登入YouTube 发现了没 我们登入YouTube之后呢 出现的页面呢 竟然大部分都是 韩文的这些频道和影片 那我们再试一次哦 我们这次登入日本的 好 登入了日本的伺服器之后呢 我们再开一个新增无痕视窗 我们来看一下YouTube 这时候出现了是不是全部都变成了日文的频道和日文的影片呢 也就是说呢 网机网路现在判定了你的IP位置是在日本 是在韩国 所以它推给你的内容就是日文的和韩文的 这个就是VPN的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那Surfshark的界面非常好操作 CP值非常高 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账号不线装置同步使用 所以我的手机我的电脑都有使用 现在如果用我的优惠码JRD Radio呢 就可以享有15折优惠 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的费用 然后如果订购两年的方案呢 还会再送免费的三个月使用 我自己是用起来很顺心很顺手啦 好 认真推荐给你们Surfshark VPN 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Blue States You're the Problem 最后一点第三点 百年素人的教育 民主党正刚写道 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邮递区号所代表的地区 提供世界级的教育 提供给每一位孩童 因为教育是重要的公众利益 在美国 学校的经费是来自于该学区内的房地产税 也就是这个社区越有钱 学校拨到的经费就越多 我们来看到兰州 Illinois 伊利诺州 芝加哥市的Cook County 一般来说 一个区内征收的房地产税 其经费会平均地分配到整个郡内 但是Cook County却将自己划分成为超过140个学区 结果就是 某个社区的税收只会贡献到该学区 可能隔一条街就有贵族学校 到学校没有钱修杀窗的天壤之别 贫穷的社区就更没有钱教育自己的孩子 有钱的社区就更有钱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对社会阶层的流动完全没有任何帮助 Johnny也提到 这样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兰州 Connecticut 整部影片的讯息大概就是 It is a situation where the blue states are the problem 不是要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而是民主党在这些他们信奉的核心价值观上 似乎有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我非常推荐去看这部影片 不只是针对民主党 它也有影片是针对共和党的 也有针对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各种议题都有 但重点是要透过看别人来反思我们自己 旁观者亲嘛 看别人的时候都很容易 但是回到要看自己的时候 要保持中立是非常困难的 国内的政治有没有一味的怪罪敌对阵营 某个团体或族群的现象呢 其实执政党也好 在野党也好 你们的敌人不是彼此 你们的目标不是要去扳倒对方 你们的目标应该是要真诚的为这块土地好 国内的新闻媒体 一般的民众是资讯不对称的劣势者 我们信任 也有赖你们提供我们正确的客观的资讯 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 独立思考 判断 然后投票 也唯有这样才能够让民主制度发挥民主的效益 最后像我一样的市井小民们 我们不要看着新闻媒体的标题就往下判断 我们不要跟着网路的风向走 而是以着我们手上很有限的资讯去做 尽其所能的去做媒体试读 去做客观判断 尽其所能的选贤允能 选出那些善良的 做正确的事 用正确的方式做的人 唯有当人民用选票这么做的时候 国家的政治氛围 社会氛围 也才会朝向这个方向前进 一字 共勉之 Love you all God bless you Peace 给大家看